就是他们跟我讲的 就是说这个恋爱当中的这个人 或者说是夫妻之间那种敏感的程度 你比如说他的男朋友 要给别的女孩再发微信 整天在他身边发微信 都没有什么异常 但只有在跟那个有嫌疑的 那个女的发微信的时候 觉得不对了 就是他这个女朋友就会有感觉 就觉得他不对 是因为他不自然了吗 或者是他发微信的时候 他就无意下意识的可能就看了你一下 他就是不知道看你有没有在看他 就是行为模式跟平常不太一样 非常 我就记得像渡边淳一 他说这个 他就还是说写小说 他说这个写侦探小说 犯罪小说都不需要有经验 但是写爱情小说 你必须有这个恋爱经验 你才能够写爱情小说 电影里我印象最深的 好像刚刚马老师说 我就是那个色戒打麻将的那场戏 我又看了20多遍 就是因为什么每次看都能发现新的奸情 知道吗 对因为第一次看你就觉得这个是 正常拉家长 对你觉得是易先生跟王家之有奸情 这个是能看出来的 因为他那个言语上面的勾带呀 写电话号码很明显 而我第二次看就发现是 一个什么马太太还是朱太太 也跟这个易先生有奸情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当那个易太太问他的这个钻戒的时候 然后他就埋怨来说哎我这个钻戒这个样子已经老了 然后就撇了易先生一眼 就说这个钻戒其实是他给他买的 然后后来再看就发现另外一个太太也跟这个易先生有奸情 就说因为易先生给王家之喂牌嘛 然后呢这个太太就生气了 说易先生我不行我要看看你的牌 但一般如果两个人的这个男女只是牌搭子 关系没有亲密到一个程度 对他不会这么亲密的去翻他的牌 所以就每次看都发现新的奸情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导演他可能也没想着让观众去一眼看破 但他就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下面 我觉得好厉害 哎呦你说这个你知道我想起来 我曾经认识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嘉宾 我就发现这台湾的女嘉宾 她是有精力的人了 那么跟我们一起几个人也是拍一个节目 那有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呢跟我们这个组的其中一个男的嘉宾吧 一个男的嘉宾 第一天大家认识吧 不是实际早就认识了 就是但是第一天大家在一起有个活动 晚上就散了 散了第二天就在化妆间里碰见 化妆间里碰见 然后这个台湾的这位比较成熟的这个女嘉宾 出来跟我讲 说昨天晚上他们俩有故事了 我说哎 我说为什么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他说呀 我告诉你啊 这个女孩子 女孩子第一天见到这个男的嘉宾呢 他平时跟这个男嘉宾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尊重的 他说你看 今天呢 有一点不太尊重哦 你明白吧 他也我完全没看出来 就是他不是表现出什么 他可能就显得这个女孩子在这个男嘉宾面前 哎帽子给我戴戴 或者就是啊 距离拉近了 就哎 显得有一点不太礼貌 他是从这个地方 他是说女孩子有的时候啊 他是哎 是不是放这位你 就是你跟一个男的有了故事 你就会放的不尊重起来 我对谁都不太尊重 我能想到另外一个细节 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我大学同学 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大三我陪他回四川成都家里 然后有好几个他的高中女生 都来一块玩 就坐了一桌子的人 我就知道他是跟谁企图有点什么 为什么 在吃西瓜 那个女孩啃两口西瓜哥这 他拿来吃完了 哇 这个很 在几个钟挑了一个 他挑了一个 他咬两口 他是想要干嘛 接吻吗 还是 只有这个机会 顺着他的牙印 接着咬下去 顺着他的牙印 但我原来看过一个 这个版本 我看过一个特别浪漫 你这有点猥琐 我看过一个很浪漫的 我还一直想用在小说里 就是说那个百货商场都下班了 下班了之后 各个店铺就大家都收拾 然后就准备下去 就是说一个店铺的一个女孩 也就是外来打工的那种嘛 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个扶梯就下去 但是那个金属的扶梯 会印上手印 他身后就跟着一个保安 就把那个手印印在他的那个手印 那个我就一直想用在小说里 我觉得这个特别动人 是比你那不为所应 我觉得挺危险的 但是我告诉你 手印跟牙印不一样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已经有人用在小说里了 但是跟你这个不一样 我最近正在看那个帕木克 多少天帕木克写我的名字叫红 原来我不太了解他 现在我发现这个哥们真挺多情的 而且是一个特别苦情的那种人 你看他最后 他是因为写一个小说 建了一个博物馆 叫纯真博物馆 现在就在伊斯坦布尔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他是为了建一个博物馆 写了一个小说 这个里面有一面墙 就是他练过的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他暗恋这个女人 还是明练的我还没看完 就是说他最后收集这个女人抽过的烟头 他就说沾有这个女人的烟头 几千个烟头 而且就记住 哪天哪月哪天上午 他抽完的这个烟头 拿大头钉就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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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帕木克从怎么收集来的 他还写一个人的故事也是 也是真实的 就是真有这么个女的 就抽过的几千个烟头 沾有这个口红的这个烟头钉满几大面墙 就是他那个太别太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吸烟有害解 你说吓人你还没听 我还听史航老师讲过一个汪曾祺先生 写的那个 那你说那个是那个大闹记事里的东西 就等于说呢 一个农村的女孩子 他跟另外一小伙子相爱 但是有别人想霸占的女孩子 小伙子去阻挡 然后被人家打得人事不行 羞贺 几乎相当于死了给抬回来 于是大家怎么救他 有个民间偏方 就找那个陈年尿桶上 那个尿茧刮下来 再加一点水 给他冲 说这个能把他那个 闭那个气给激发了 他能喘着口气 于是就往他最低应灌 灌完还没什么回想 大家在等的时候 那女孩看着那个尿茧 那一碗还剩一点 她不知道为什么 端到嘴边也尝了一口 你不感动吗 你笑 你不流泪吗 没有 你没觉得 石老师给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应该感动 汪曾经老师 他的真善美啊 都在粪尿之间 因为他另外有一个散文 叫白马庙 说有一个哑巴 喜欢画东西 于是他说 他见到有一个挑粪的人 挑了一个粪桶 是新的 在粪桶的口 这块画了铁织帘 一圈 粪桶上画着花 就这两个都是 美就是那样的 爱就是那样的 就是他的集中 就捞成 粪辫上开出一朵花 生活有情绪 他这意思 我老看他就红尖 先对个标 他这意思就是 苦啊 跟你一块尝 跟你苦在一起 你像我记得 我曾经他这个意思 就是我曾经听这个谁 那个李敖 台湾这个李敖 他曾经讲过一个 就是说 你知道有的时候 这个女的这种心理 就是日本战犯 那不是咱们抗人战争 打赢了吗 那东京法庭 日本战犯判处死刑 就是这个 我忘了具体是谁了 那执行死刑以前呢 他老婆先自杀了 然后让人把消息告诉他 还是送了一封信什么样 那意思就是说 你怕死啊 你就要进行死刑了吧 我先去死 你好没有那么怕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样的一种 我觉得有点像 就是说 这个尿茧很苦啊 我也跟你苦在一起 如果你愿死 说这个我想起来 就是马尔克斯 有一个短篇小说 叫礼拜二五岁时刻 讲一个妈带着一个小女孩 去看他给他死去的 一个当小偷儿子 去上坟 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场景 坐着火车到了那 就这么一段场景 但是里面我当时看 第一遍我没看懂 我觉得这什么东西 第二遍在看的时候 是因为我之前 我奶奶过世了 我去给我奶奶上坟 带着花 带着什么东西 那一路上 我就一直在惦记 这个花让他最好 能保持一个鲜艳的状态 所以特意买的花盆 当我再回头看 这个短篇细节的时候 就注意到 他妈在里面 靠着火车昏昏沉沉睡了 小女孩做的事 不是靠着他妈睡了 是抱着这个花去厕所 把那个花里面的水 给他沾上水 到了墓地之后 见到神父的时候 他那个女人 拿出来那个花的时候 外面裹了一圈报纸 这个报纸是沾湿的 就说明他们去上坟之前 他给他儿子上扫墓之前 他这个花是一路带过来 在那么热南美那种天气里 要保持一个湿润状态 希望能够看到 这种心情 就是忽然一下子 我觉得这个细节太有力了 这个细节一下子 就把这个主题完全点到了 而且我怀疑 就是说这可能是有真实经验 就要不然我觉得 不太能够想到 我原来看过一个美国作家 六七十年代的 他有一个小说叫最后诊断 然后他就是写一个细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就是说那个一个人被截肢了 截肢了之后 他的那个腿被放在别的地方 这个病人就求那医生说 哎呀我的腿痒 你能不能给我挠一下 这个医生就去给他挠了挠 他放在别处的腿 后来我就觉得太震撼了 然后我就去查 果然这个作家长时间的都在这个身体不好嘛 在那个医院里 所以就这个必须有实际的经验 你才能写出这种看起来特别特别反常 但是你想真的是这么回事的这种细节 刚才你说的李敖 我刚才想了一件事 因为我的收藏的写真集中 有一个藏铁 是胡亦梦的签名写真集 我把它跟李敖签名的棒球放在了一起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违背 这是个什么意象 我也不知道双方什么意愿 你这个装置艺术 你这个细节也挺有意思 但是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唯一女神 不都是赤脚很美吗 她那里有些写真集 大量海边赤脚 李敖说她最讨厌看到胡亦梦 灰色的脚底板 这个就是一个世界的打开方式不同 你看到东西不一样 但我们还会认为 胡亦梦喜欢光着脚在地上 所以就会灰嘛 鸟是有截屁受不了 她说灰色脚底板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胡亦梦永远是这个 因为我不太有机会看到 唯一女神的脚底板 所以我觉得确实有时机经验 比如说像我一个朋友 他在东北生活 他写东北文学 然后里面就有一句 东北文学是读书一致的一种文学吗 对 他那里面他有一句话 然后我第一遍看的时候 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就说他们东北的 见面打招呼 就说你还有几年退休啊 就都是三十多岁的人 就说他那个国旗改日之后 就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周期 德国生活的周期就变得很短 就是工作周期变得很短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动人 那虽然只有一句很简单的话 但一下子就把这个东北的感觉 给烘托出来 这个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来的 这就是说古人讲一句话 叫读书得见 这个就是就是你读书啊 你像鲁迅他能从什么满篇 那个圣贤书里边看出吃人二字 就从字缝里边他看出背后有东西 有的时候也的确是就是一个细节 包括人与人之间打交道 我也发现啊 说话真是一定要这个水泄不通的 你必须非常周密 有时候 水泄不通 就是你必须把自己封堵的 要不然就撒猫到吃中堵 你倒是水不漏 对对对 所以跟作家在一块就吃亏 意思一样意思一样 以前我给一个人跑去洗的网络 叫一个人的人了 所以他一个人一会儿挤着坐下 对这么一种 这个细节你要会观察 你就能分析出我的心理结构 对吧 水泄不通 有人说话是滴水不漏 有人说话是水泄不通 没法聊了 这人心里是多么封堵 多么封闭型的这么一个人 说一句堵一句 对对对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越高超的作家 他就把这些东西写的越隐蔽 我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看过 原来毕飞宇他做一个演讲 讲那个《红楼梦》 我觉得他里面说了一个 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就说《红楼梦》 这个秦可卿跟王熙凤关系很好 但是这个王熙凤 就是秦可卿病了之后 就去看他 看完之后出来也是哭 然后眼睛也红了 但这时候作者忽然用了一种 特别平淡说 然后这时候王熙凤就开始看花 觉得这个花园里 这个花也很美 那个花也很美 就他一种特别平静的 欣赏的态度 然后那个毕飞宇就说 这个时候能看出这个作者的高潮 这明明是反逻辑的 但他用这样的反常的细节 就说明王熙凤这个人 他心里是狠到底的 他是没有什么人情 他就只在乎他的这个事业和成功 就在一个非常隐秘的细节当中 我觉得这样去看 你会觉得这《红楼梦》 处处都有伏辟 你说像你们这个当作家的 会被细节所折磨吗 都要会啊 因为文学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朦胧的 暧昧的 你不能直截了当的说 多文涛 宁笑着说 这件事我办成了 这是最简单 最直白的一种办法 一定要是让你微笑着说 但是让人感觉到你内心的阴狠 这是一个特别费脑子的事情 对 写小说 我后来一番有一个诀窍 就是你这个人物 心里想的 手上做的 跟嘴上说的 不能是一样的 没错 这是一个诀窍 就是说你看到所有的人物 就反派 就哈哈哈哈 这个女人我今天要定了 那就是一个写坏了的人物 她一定是想的 做的 跟说的是不一样的 那她是一个立体的人物 这你就说 当然上次我们的原创节目 我就提过这事 我觉得当你这编剧 更有意思 就是说呢 这个电视学院 这个徐浩峰 对吧 他现在有时候就有点水泄不通 他就有点想不通 他说 现在我们跟这个投资方 很难打交道 就是我们学编剧的时候 过去这个老师教是 如果你说你爱他 那么恰恰台词啊 你要说我不爱他 对吧 对 他说我们都是这样学出来的 他说可是今天呢 今天的这个影视剧 我这么本子交上去 那这边说 你到底爱他不爱他 就爱他就爱他嘛 这字上要的是 手语翻译似的 我爱你 说明白了 还怕听不懂呢 接下来一个字幕 三结合 而且我觉得真的 就是有的时候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温暖啊 要不说 不光是你们 是为了写小说创作 相反我是觉得 就有时候我就发现啊 就是这跟咱们这个待人处世 你比如说这个朋友 为什么你就 我们有一个台湾朋友 就是大家真的就觉得 没法不拿他当好朋友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台湾人 我觉得也是这个礼数周全啊 就是你那个 咱们这个说实在的 咱们这个北方人 我觉得有时候跟人比起来 就显得到人家那儿特不好意思 他突走 好家伙 比如你一到那儿去 然后呢 这个酒店已经帮你订好了 你本来还想问 什么该住什么酒店 人家已经帮你订好了 订的可能是你上次住的 那个酒店 然后呢 你一进酒店的房间 里边有一盆这个 一个水果 是人家家里人 送到酒店 送到你酒店房间的这个水果 然后呢 你走的时候 给你打包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还是那个打印的一个礼单 其实不是就是凤梨酥啊 或者什么的 但是他做的那个好精致啊 就是比如说给窦文涛兄 台湾一点小特产 把凤梨酥几盒 什么什么几盒 而且就是这箱子都给你打包好了 让你直接在飞机托运 就能够走 我们就每次说 咱别弄这个 你弄这个以后就不敢来了 你知道吧 是不是特别像升纯纲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人跟人之间 是不是他有些人会体贴你 就体贴到这个份上 女生被打动永远是被细节 永远不是被嚎叫式的说 你永远是被细节 你为什么细节打动过 就到别人家 别人跟我拿拖鞋 就这点事啊 这算是 拿拖鞋不很正常 我感动点很低的 我跟我媳妇原来谈恋爱的时候 我跟我媳妇原来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回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 咱俩算是正式男女朋友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开始谈的时候 就算是明确关系了 但是不一定 就是两人感觉在那 我说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了 他说有一次咱俩出去吃饭 我吃完了一半 吃不动了 卤肉饭 然后我把那一半就拿过来 我给吃了 就跟你们刚才说的这个 那不就是饿吗 是饿啊 但是他会觉得说 我们两个的距离没有距离了 这是一个男女朋友 或者说是一对情人 可以做到很坦然的 很自然做到的事情 他突然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 这算是心里彻底认为是男女朋友 我唯一给男方写信是上访信 就是说对吧 因为也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短信 微信也拉黑 联系不到 我就只能写个信上访 说为什么跟我分手啊 就这个只能写这种信 哎呦你当年有过那时候啊 前两天 我们这次节目 你也祝一个上访节目 所以怪不得方舟现在发展到 把男粉丝堵在门口了是吗 不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我刚刚说恋爱的细节 就有的时候啊 其实不爱的细节 就这个东西在小说当中也挺韩心的 我记得当然不在小说当中 在生活中 我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讲 他什么时候觉得他老婆不再爱他了 然后我觉得讲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渡边淳衣小说 他就说因为他们家是睡榻榻米嘛 就是说榻榻米所有的被子都是一样的 他的被子 他老婆的被子 女儿的被子都是一样的 但有一天就拿错了 他和他老婆的被子就拿反了 然后到晚上他就发现 他老婆偷偷的把两个被子又换回来 他就他就他很难过 他说我老婆连我的味道都忍受不了 所以就有的时候 这个不爱的细节也挺残酷的 日本的那个叫田山花带嘛 写的一个著名号说叫棉被 所以他是一个不伦练吧 老师跟一个女学生的 没有发生什么 但最后他就是把人家盖过的棉被 整个把脸埋进去 最后那点气息 就是整个要把这个气息榨干一样 我没有你们这么多的那个感情经验 但我想我原先就是刚刚出道当编剧 93年嘛 那时候写一个跟季晓兰有关的故事 但不是后来天传牙季晓兰 也别的清朝故事 也是个上访故事 真的约岸的上访 约岸不是清代上访 要变成一个歌女 妓女 他要去造巴的胡同 赌计晓兰大人 于是他给人扶琴 女性才艺表演 这个季晓兰是个老的 是个真正的一些史上大白胖子 老头 他在那就坐下就这么听 烟这么点着 那个琴那么扶着 毫无表情 就是扶琴 就是也没有被感动 什么表情没有 就呆若目击顿坐着看 但是那女的扶完琴的一瞬间 她做了一件事情 非常奇怪 她剧烈咳嗽 眼泪鼻涕一脸 非常难看 得掩盖眼泪是吗 不是 那女孩就哭了 为什么 老头刚才一开始就想咳嗽 但女父亲她就一直忍着不咳嗽 直到 她肯定不是眼泪淹了一点 然后那女孩就沟通一下跪在这 什么话都没有说 因为我想 她们差这么个年龄段 写感情只能写到这个份上 所有女孩 就是拜祷她的时候 老头看看她 看看自己 就说了两句话 朱颜红袖 这些女孩 白发青山 不配 就这么一句话 所以就是 也泡漏了史航老师心底的欲望 就个人经验 就是你忍咳嗽这件事 是每个人都有过的 所以就是 你其实透露感情细节 必须得是你经历过的 这个细节 但是就是你没经历过的情境 给怼了 但是要不说作家我觉得眼光不一般 就是真的就是 事都经历过 都见过 但是当你见到有人把它写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哎呦 好动人 我就刚才讲这个帕木克 我又想起他德诺贝尔奖 我的名字叫红里边 我那天看到有点描写 我觉得真是 他一写你就知道 我们人人都知道 但是你很难想得到 他就是说 一个女人收到了情郎的情书 但是这个女人呢是不识字的 不识字的呢 他不得不要找一个懂字的人 给他念 这个就很不好意思 但是又不得不找他念 然后呢 这个念的时候听得当然是很陶醉 然后呢 念完了之后呢 这个细节在这儿 就是说念完了之后呢 他让你告诉他 哎 他写那句话是哪几个字 最好 是哪几个字 他说是这几个字 然后说他也看不懂 但是他就看着 弯弯曲曲的那个字迹 就在反复的看 反复的看 你看这个细节 就是一个爱着的那种女人 他会让你再念一遍 然后说 他里边谈到 我很想你 哪几个字是我很想你 这个就是爱啊 我幼儿园的时候 也是喜欢我们的班长 但是我那时候也不识字 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幼儿园的时候 幼儿园就开始了 对 然后幼儿园那时候 会有那个挂毛巾啊 然后你的杯子的地方 底下会有你的名字 然后我就看他 每次都去那个地方 取他的这个毛巾和杯子 然后我就 每次他取完之后 我就去摸他的名字 我就觉得跟他产生了 某种关系 哎呦 太可悲了吧 对不起 前一阵还不是看的书 都挺练物屁的 我前一阵我还不是看的书 是玩了一个游戏 一个日本游戏叫 塞尔达荒野之西 现在特别火的一个 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 就是我关注游戏性 当然另外一说 但里面有一个主角 睡了一百年 回去找当年的战友的时候 发现都死了 然后其中有一个战友 是一个人鱼公主 他去人鱼公主那儿 看到人鱼公主他爸 然后就说说当年 就是反正说 我跟他是战友什么 他爸就说 那我帮你找到他的 留下的一个装备 旁边一个老头 那个人鱼公主的老师 就说不行 怎么可能这个人鱼公主 不可能喜欢他 然后也没任何证据 后来他说人鱼公主 做了件衣服 这个衣服是给他 这是人鱼族的习俗 给他的夫婿做的 然后老头就说 衣服怎么了 这每一代人鱼公主 都做衣服 凭什么就说 凭什么就说是你 把那个人鱼国王 把那个衣服拿过来 给他穿上 严丝合作 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开始以为 是一个特别奇幻的 比如他穿上衣服之后 闪光 有心形的 没有那些 不用那些奇幻的细节 这个衣服跟他的尺寸一模一样 足够代表一切了 资深窄男啊 真的 看出一来张手的一个典型 你每天在屋里 脑洞大开 就是在想这些 严严公主给你穿衣服 他说那个就是 写这种细腻的东西 我想到一个很粗 好像很粗的人 很霸气的一个人 姜文 他不是他后来这些作品 他当年 他中戏表80我师兄嘛 他们入学观察生活练习 我们入学后都要看 前面的人的观察练习 我叫吴提 他跟月红俩那样的 他编的一个小片 就是大学生 一对恋人要分手 到这个小饭馆来 就说完各种的话 我把我借你的书还给你 分东西的一个事 而且没钱要吃的 各点了一瓶汽水三毛钱 退瓶一毛五 退瓶一毛钱 整个汽水三毛钱 就这么一个事 全聊完了 最后什么呢 这两瓶汽水喝完了嘛 他把这女的也拿过 他俩也拿过去退瓶 因为各有一毛钱嘛 每个人自己付的嘛 就不给他 把这瓶子转回来 擦了擦 装书包里 不退 反正姜文这男的 想了想 自己这瓶子也擦完 也放出包里 走 一毛钱 没挣着 然后这个留下了 就这个男的是 被这个女的生生教会了 什么叫留下点东西 所以叫无体 所以姜文是这个 很骚很细的 这么一点东西 怪不得都叫她姜姐姐呢 实际上 对 有时候反差 这个就让我想到 就是说人为什么要看小说 就是说我觉得 我有一次去一个那个 去参加一个爱尔兰作家的一个作家课 他就问我们 小说的本质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 小说的本质是什么 那我 马老师觉得是什么 你先说你的答案吗 我没有 他有个标准答案 我们就说情节 人物 故事 就这七嘴八舌的说 然后他说都不对 他说小说的本质是时间 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小说里面 感觉到时间的变化 那这个作家其实是这个时间的作曲家 他可以让这个时间变快 也可以让这个时间变慢 变慢就是那些细节的部分 他让你看着一个花 他让你看着一个草 他让你看着这个瓶子是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人看完小说之后 会有一瞬间的恍惚 就是你获得了一种新的掌握时间的方法 你学会了如何去观察 怎么去看一个花 怎么去看一个叶子 所以这个细节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载体 你说这个我就要谈悬了 那照这么说 就是前一阵去世的这个霍金 就是小说家 时间简史 你知道就是霍金在回答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宇宙大爆炸 这个起点之前是什么 他就是举了个例子 很复杂的几何 他就说 这就好比说是我们地球 对吧 那个第一个点呢 是南极 南极之外没有东西 就没有意义 他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时间呢 本来世界上没有时间 如果没有人的话 也就没有时间 时间是咱们定的一个观念 一个概念 所以说 就是说 时间是内容组成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这个话 就是说 时间 比如这个刻度 这个钟表是你定的 可是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呢 它只是有一个东西的延展性 一个东西它会比如说逐渐膨胀 逐渐膨胀 一个主观感受 对实际上一个东西就会生老病死 客观真正存在的是这个内容本身的一个变化过程 只不过你把这个变化过程当成一个 加上一个时间刻度 时间刻度 实际上它本质上就是东西的变化过程 所以说你看这有理由说他讲这个意思 他一个小说家 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注重细节的人 他某种程度上他比咱们长寿 对 他的时间不一样 你都活一天哪 可是看在他眼里 历历在目 一点点滴滴 他的内容多呀 他每个皱褶展开了 就长度就很正常 对 内容多 对 你还别说你说皱褶展开我不又联想起 他们夸 我觉得现在很多词我都反对 什么脑洞大开 你知道最近我听一个人给我爸做那个大脑的那个透视 那医生给我一解释 我说跟现在说 现在人说脑洞大开不是聪明吗 脑洞大开是什么 你知道脑洞大开是老人脑 哈哈哈哈 你知道这个人的脑大脑萎挫啊 什么叫老人脑啊 就是你这个脑啊越来越收缩干瘪 你的脑洞越来越开 勾回越来越宽 到最后很可怜的 最后那个老年痴呆症 最后脑子缩成脑袋里面空啊 我说你们还整天脑洞大开 哈哈哈哈 当然我这说开去了 他还是就说这个 你觉不觉得一个人对细节的关注 你觉得对你们写东西的人来说是天生的 还是有益的